要不然你們呢 這個 還有一個地方會比較累 那 先講一下上課的事情 就是 我本來是說這個就是要上課 對不對 可是我看到你們這個 看到你們的哀傷的眼神 所以 我決定調整一下 就是 我們禮拜一晚上 還有禮拜五晚上 還有 下禮拜一上課 這樣可以嗎 知道還說什麼嗎 下禮拜五就可以開始放 這樣有沒有很爽 有 可是同學 因為你們開學的話 有學校有開學跑來一些的 那為了就是 讓你們比較好學一些 我們會稍微早一點上課 也就是說 這個 在你們是 是從這個二月開始放放放放放到九號 對不對 我們二月八號要上課 這樣子可以嗎 你們願意嗎 二月八號 你知道你們放假放到二月十號 你知道嗎 然後二月十一號就是要開學了 你知道嗎 那因為我覺得如果開學在開始上課 你們會 很痛苦 我覺得那時候可能就是 我覺得你們該忘了忘了 所以 所以的話我們 二月八號 可以上課 這樣子 你們OK嗎 妹妹你OK嗎 對 你們都還行嗎 知道來說 我再說一次 所以 我們從今天禮拜一 這個到上到 上到128號 我們上到128號 128號 可以嗎 那上到128號以後呢 這個 這禮拜五 就給你們放 這樣子勾手 也就是說 你從1229號 可以一路 就放到2月7號 好 但是 晚上 這晚上不行 你要聚餐 你想要幾點上 小弟那天很寫 我可以可以陪你 早上六零可以嗎 我們吃早餐 那天我都會在 如果你們 你們不行的 你就可以跟我約一下 好不好 要不要那天不帶 然後就是 二元八號 會上課 二元八號不能來上課 你們九號十號 也可以補課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可以 反正就是我們 我們應該 我應該放到 2月7號 這個 我會從這裡開始放 直直到這裡 好爽 大概就這樣 這位是不是 好久沒放假 OK 先講 先講一下 因為我本來是希望 這個上 上那麼多 但是 我覺得這個 讓你們放個好假 應該也是 作為 作為我的責任 所以 物理化學應該 你可以跟他們 你知道嗎 可是我跟你講 他們會比較難喬 為什麼比較難喬 是因為 如果 如果他們 2月6號上課 應該 家裡會 會蠻不爽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他們應該沒有辦法 調動 但是 但是因為 你們 2月11號就開課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 2月8號上課應該是還好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時間 不太行的人 跟我說 我也可以提前把你們上課 2月8號的內容 好吧 反正就是很free 把你們自己跟我講 好 OK 那這個 今天 這個 我們就來看 這個 數列 我們第一章是數列 數列 然後再來是排列組合機率跟統計 這個 我跟你們講 這個上起來都很簡單 在這邊上起來 你們會覺得很簡單 你們這邊 在學好的關鍵 一定要 一定要做到適量題目 然後記得要多 因為這個 這邊 平均應該是 會是你們三年來最低的地方 這是在 在學校裡面 是這樣子 但是明明公司很少 可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學到快要抱走 所以你們這個 第一個東西要 聽得清楚 第二個就是 練習要做的事 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去 特意去挑戰太難的練習 來數列就是把數字排成一列 那一個數列 我們用這個 這個大於小於這個括號來表示 中間代表的是我們的規則 可以嗎 N代表是變動的項 這就是一個數列的代號 那第一項 我們叫A1 第二項是A2 第N項就是AN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那這個AN 如果可以用N表示出規則 我們又可以叫AN叫什麼項 一般項 這AN又叫一般項 這國中有學過嗎 還記得嗎 OK 好 那例如說這個K加1分之1 那第一項K用幾代 K用1彈 還有一件事情 這一般項其實你用K用N都可以 只要是一個適當的代號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數列 你展開還會長什麼樣子呢 K用1彈 第一項叫做2分之1 1加1分之1 可以嗎 寫的基本一點好了 那K用二代的話 就叫做2加1分之1 一直到 用K代 叫做K加1分之1 這個就是我們的數列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數列 它的變動項目 在分母的地方 你會發現 如果是只有K在變動的時候 這時候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2 DK項是K 每一項之間變動的數字 都只有差1而已 那再來 3N加1 這個數列會長什麼樣子呢 第一項 N用1彈 叫做4 這個項 A1 這個OK吧 第一項就是A1 這個OK 好 那第二項 N用二代的幾呢 3乘2加1 就是7 第三項 3乘3 加1幾 10 3乘4加1 就是23 1乘到第2項 就是3N加1 那你會發現 這個數列 依照這個規則總的時候 當它有3N 每一項 每一項之間 是不是差3 這個OK嗎 OK嗎 當它變動的像 像這個一樣 像這個3N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每一項每一項都差3 看得出來嗎 因為N用一代的時候 叫做4 N用二代的時候 叫做7 這時候 我們的 3乘1加1 第1項 跟 3乘2加1 第2項 之間是只差一個3 那到底N項大概會差一個3 所以會有 3N加1 這個樣子 到底OK吧 OK吧 在N用二代的時候 來 N用二代 當N用一代 N用一代的時候 是多少 3乘2 就是6 那如果N用二代呢 3乘2的二次方 叫做 12 N用三代的時候 會有怎麼樣 3乘2的三次方 叫做24 依詞類推 可以嗎 可以 好的 那你會發現 這時候 這個數列 會有什麼特徵 乘2乘2 是不是兩倍兩倍兩倍 就像我們這個數學裡面的等什麼 等比一樣 對不對 之前有講過等比 OK 所以從這兩個你就知道 等差跟等比 他們之間的數列 它都會有各自的特徵 如果變動了像在四方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一個等比的數列 如果變動了像 像這個3N這個樣子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等差的數列 那再來像下面這個東西 N乘N加1分 是負2的N次方 你會發現 每一項 你都可以看成分 那前面這一項 1乘2 上面都負2的N次方 再來 第2項都負2乘3 負2的 2次方 負2的2次方 算起來是幾 3就是4 再來 N用三代的話 3乘4 那負2的3算是負8 你會發現 如果你有負數的次方的話 這個像是會怎麼樣 正負正負的跳動 可以嗎 像這個有負的N次方 負多少的N次方 這時候會有正負相接 可以嗎 那最後一個5565105 這個錯加電話 隨便打 反正這個 數列 如果一個數列 數列沒有規則 你就全部把它列出來 就放在這個括號裡面 就好了 可以嗎 那你從這邊 可以知道 這數列會不會一定有規則 數列不一定會 都有規則 所以 不一定會 這個規則可以開得出來 這是第1段 那這樣OK 好 那這個 數列一開始的話 很簡單 我把這個字放得很大 這個 我教了這個五六年 我會發現這個 這個地方 如果 教的地方 字大一點 你會 看得比較容易 如果等一下有問題的話 就要記得問我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二個 等差 數列 跟等比數列 接下來這兩種數列呢 在這個 我們的這個學習裡面會很常出現 我舉個例子 等差 例如說 3 5 7 9 11 這時候 後向撿前向 差了2 5跟7 是也差了2 7跟9 就差了2 這個就叫等差嘛 9跟11差了2 等差 等差 那等差 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東西 就是後一項撿前一項 最後可以得到一個定值 D 這個D呢 叫做公差 的difference 公差 公差 可以嗎 這個ok 這ok 跟你們稍微講一下 那等差的一般項 還記不記得怎麼寫 以前國造學過嘛 幫你們複習一下 和 看 這個 這個 等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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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做 等一下我會把你堅持 沒有沒有沒有 我先做 你要幫你堅持 來 再來等差的一般項 我寫 記不記得 A 等於什麼 A1 加上 N 減1倍的公差 那也可以顯得這樣子 也可以顯得 AM 加上 N-N倍公差 通常 我可以 這個在等差這邊 我習慣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速限來解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有的等差 就是每一項每一項之間的差 為一個定期 我在這裡畫一個速限 來 第一項 A1 第二項 A2 A1跟A2中間有個間隔 這個間隔呢 公差 A1 A2 A2 有個公差 可以嗎 A2跟第1個之間差有公差 第3個 跟第1個之間差了兩個公差 可以吧 因為3跟1之間是有兩個間隔 會差兩組公差嗎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一路往下 到第N組數字的時候 他有幾個間隔 是不是就是N-1的間隔 這個很好 很好想吧 例如說4樓 我們這裡4樓 4樓跟1樓 就差了三層 所以要走三個階梯嘛 對不對 走三層的階梯上去 所以呢 A1跟A1之間 他們之間差了 N-1的間隔 可以嗎 好 下面 可以嗎 那如果是DM相呢 這個時候例如說這個5樓跟3樓好了 5樓跟3樓是中間差了兩個間隔 就把5-3 對不對 所以DN相跟DM相之間會有幾個間隔 他的之間 會有N-M的間隔 那每一個間隔 我們的公差是用加的 所以我們就是差了N-M的公差 可以嗎 所以 AN 可以寫成A1加上N-1的公差 也可以寫成AM加上N-M的公差 這個就是我們等差之間的一般項 那這個前面有幾個其實很簡單 就是去把我們兩個的下標相減 把下標相減 就可以知道 我們直接插了幾個間隔 可以嗎 好 跟你的圖也會差不多 這樣可以嗎 跟你們寫一下 我還是很想講 我覺得我講了以後 會不太好 好 我再思考一下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寫了 我之前幾天晚上 深夜睡不著就好 然後因為我有一個理想 就是我今年 今年你們會發現我做了很多神秘的事情 第一個我4月會減肥成功 雖然現在還差25公斤 我再到4月7號 我生日之前 我要減到 減到73公斤 這樣子 對對對 反正就是我會努力 我會努力 然後第二個是我希望今年去參加這個 一個這個 就是脫口秀的那種 單口的那種 講笑話比賽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難可怕 因為我最近就是 這也跟我們生活有關 我最近的時候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爸爸一直逼婚你知道嗎 然後他每次都講 然後我們親戚越講越難聽 所以我決定要報復這個社會 那我要怎麼報復這個社會 就是我以後一定要生 就是我一定要結婚的時候 我一定要生男生的小孩出來 那生男生的時候我會 我會叫做很多事情 例如說我會叫他去 例如說去學 你就學烹飪啊 然後學鋼琴啊 然後學長笛啊 這種就是要去比賽的那種 還有畫畫 我也會叫他學 然後會非常的嚴格 叫他一定要去參加比賽 然後不得獎就不能回來 然後呢我還會叫他去好好讀書 然後好好讀書 然後一定要把成績考得很好 然後好大就是可以登在那個學校前幾名 就是貼出海報 然後我要把他的名字取名叫做 正大 正大 我跟你講這個是報復社會最好的方式 你看 例如說 長笛比賽 長笛比賽去的時候 哇 你們去比長笛 結果看到 你們輸給一個叫正大屌的 你們人生一定會從此崩潰好不好 真的 例如說這個 全校第一名 例如說 例如說好 保送台大醫科 正大屌 然後帶著人去秘密要科之類的 不是很棒嗎 而且我覺得這名字還有一個好處 絕對 很多人就是 那時候我跟朋友講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 你這小孩一定會被霸凌 我跟你講這個霸凌不會 絕對不會被霸凌 因為他的名字 你沒有辦法霸凌 呵呵呵 像那個你們在以前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藝人叫做高三豐 他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叫做高賽 比賽的賽 但是很可憐啊 如果是我會去霸凌他 我一直喘 哎呦踩到高賽 踩到高賽 可是如果我兒子要正大屌 你沒辦法霸凌他 你怎麼笑他 呵呵正大屌 對啊 天下無敵 你知道嗎 根本沒有辦法去霸凌這個人的名字 對而且我跟你講 而且這名字很方便 你看英文名字也有 對不對 D開頭K結尾叫什麼 D 不是Duck 沒有誰叫Dick的 沒有啦 沒有Dick Chen 你看 Jainman有力 你不覺得很棒嗎 對啊 其實不太好 反正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啊台語也有 台語就叫上一個老舍歌 叫打掛咪就好了 就是 好 不下屁 我本來只是寫下來 但是 我越想 越 我越想越正確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嗎 就是 唉 如果我這樣講就對了 我應該就不用結婚了 如果跟我爸媽講完 我想他們應該也不會叫我結婚了 連小孩都不會叫我生 剛剛當我沒有講國話 好不好 對不起 來 那我們繼續 這個 接下來我們來看等比 什麼叫等比 我先舉個例子 例如說 這個 12 24 一直下去 你看 後面跟前面相處 6除以3等於2 有沒有看到 12除以6等於2 這樣子的情形 後項跟前項相處 為定值要等比 可以嗎 那你怎麼表示 a2除以a1等 a3除以a2 一直等於 an除以an-1 那我們通常這相處的筆子用r來記錄 r來記錄 那這r是代表什麼意思 r就是我們的公平 公平 公平英文叫ratio r-a-t-i-o ratio ratio就是個筆子的意思 好 那這個等比的一般項要怎麼樣描述呢 對於其中的dn項 an 可以寫成 a1 乘上r的 n-1字 可以嗎 其實可以用這個圖來類 可以用這個圖來類 可以嗎 因為如果 所謂的等比 我再畫一次 代表 每一項跟 每一項之間 是不是差了r倍 差了r倍 對不對 用乘的 用乘的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好 那到an的時候呢 這時候an跟a1 是不是有n-1的間隔 那每一個間隔 是不是要乘上一次r 所以這兩項之間 是不是差了r的 n-1次方 可以嗎 差了r的n-1次方倍 同樣的 對於一項叫做an的 對於dm項來說 他們之間有n-m的間隔 所以他差了r的 n-m次方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當然 這個dn項也可以寫成 an在乘上r的 n-m次方 一樣 這個四方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下標相解 可以嗎 ok 為什麼n-1 這個時候吃法 因為等比每一項每一項都差了r倍 每一項每一項都差了r倍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呢 第n項跟第1項都有幾個間隔 n-1個間隔對不對 那每一個間隔是用加的還是用乘的在等比 用乘的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每一個要乘R 每一個要乘R 乘幾個 n-1個 一個間給他乘一個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等比就是用乘的像這個樣子 用乘的乘上r的n-1次方 乘上r的n-1次方 ok 好 那我們繼續囉 好 呃 這個是不是對於amx3r的n-1次方 oh amx3r的n-1次方 我就看你們有沒有認真在看 沒有啦 這個不然你寫錯 不好意思 這邊哦 amx3r的n-1次方 好 那先寫的 然後讓你們稍微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些基本的練習 你會想說這邊到底有什麼好教的嗎 其實這邊 你們會發現其木的 這個不一定有那麼簡單 來 例二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的例 哎 下面 就把例一刪掉 反正例二 寫出下列鋪牌的像 第一個就是 7 10 13 16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知道很簡單 這個一開始最簡單 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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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每一項都加3 所以是幾 19 再來 bn 1 3 7 15 31 你去推測他有可能的像 來 那對於這個式子的話 會是多少 1跟3 差幾 差2 差4 差8 差 差幾 差16 那由這個規律 下一項 應該要差32 可以嗎 所以會是幾 67 63 OK 再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通常 通常 你觀察他們的差距 像這種指數的特徵的話 像這種指數的特徵 累積到最後會跟2的n次方有關 可以嗎 會跟2的n次方有關 所以像這個式子 你如果稍微的檢討一下 他可以寫成2的n次方-1 這個式子可以用這樣子的數列來表示 2的n次方-1 你看 n用1代的時候 2-1是1 n用2代 2的2次方-1 第幾 3 那這個 第1項第2項第3項第4項第5項第6項 第6項 2的6次方-64-1 是不是就是63 可以嗎 如果你的差距 2、4、8、16、32 由這個等比的級數累積的話 最後一定會跟2的n次方有關 可以嗎 好 再來第3個 第3個 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數列 叫做費斯數列 數列跟數列之間 它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不一定只是兩項之間 像這個就是三項之間 來看一下 從第3項開始 後項等於前兩項的總和 1加1等於2 1加2等於3 2加3等於5 3加5等於8 5加8是幾 13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看得懂嗎 這個數列 它叫做費斯數列 費斯數列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它的項的特徵你要怎麼寫呢 CN 等於 CN-1 再加上CN 後面的項等於前兩項的總和 而這個N 要大於等於3 同學看得懂嗎 這個數列到時候只能這樣表示 後面的項等於前兩項的總和 這個時候呢 這個項數要大於等於3 你從第3項才能開始看 你知道為什麼N要大於等於3嗎 因為我們的數列是從第幾項開始 我們數列一定要從第1項開始 第1項開始 所以如果N用二代這裡會不會合 如果N用二代這裡叫做C 我們沒有第0項 所以我們N要從第3項開始 好 再來第4個這個數列 12 223 14271 18 323 4010 什麼2 你應該可以感覺得出來 12 是可以參與這三項相乘 14可以參與這三項相乘 所以在規則上4010 這裡要放2才行 40等於這三項相乘 A嗎 好 你會覺得這很簡單 那這實際上 觀察也沒有很困難 但是如果要從觀察 逆推出我們的規則 用N來表示 這時候就變得比較困難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訓練第3個 我們去推出可能的一項 長成什麼樣子 去感受一下 不太快嗎 同學如果太快跟我講一下 太快跟我講一下 就知道了 還是要在右邊 不太快 要啊 請問一下 其中一方 好,再來我們來看第三題 我們依下面的數字規則 我們要寫出下列數列有可能的一般項是多少 可以嗎?好,來第一個 1-5-9-13一直往下走 那它的一般項用N表示要怎麼寫呢? 首先你去觀察它的特徵 1跟負是不是差了負4 是不是減4 減4,這樣都可以嗎? 就一直減4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等差的概念 把它的這個式子整理出來 可以嗎? 所以第一個方法 就直接怎麼樣? 利用等差 AN給A1加上N-1倍的公差來觀察 所以會怎麼寫呢? 來,第一次叫做負1加上N-1個負4 公差的負4 把它乘開來,展開來就變成負4N加4-1加3 看得懂嗎?負4N加3是我們整理完的結果 這個可不可以? 這是用等差的方式 一項一項觀察得來的結果 叫做負4N加3 可以嗎? 那這個 這個東西你看 N用1代的時候 N用1代負4加3 就是負1 N用2代負4乘2 負8加3 就是負 N用3代 3是12 負12加3 就是負9 依此類可以,看得出來 好 那實際上也不用那麼麻煩 同學 每一項都固定的差勢 都差勢對不對? 那如果都差勢 這中間 DN項是不是應該跟負4的N倍有關係? 所以你其實也可以這樣想 這個我們DN項 因為每一項都差4 DN項一定會跟負4的N倍有關係 再加,可能加減某一個數字 那我們N用1代的時候 要是負1 N用1代要是負1 可是你看N用1代 N用1代這裡是負4 必須要加3 才會是負1 可以嗎? 我是教你們怎麼去看 我再給你們練習一次 2 5 8 11 每一項差幾 是不是差3 對不對? 那DN項會差幾個3? 同學 每一項都差3 DN項大概會差N個 可以嗎? 所以DN項這時候會有3N 可是N用1代要是幾? N用1代要是幾? N用1代要是幾? N用1代的時候就要是2 這是第一項 所以3N要再-1才會是2 這樣看得懂嗎? 其實這個東西可以直接用看 好 再來 再來 這個就叫-4N加3 第二項 2-5 4-10 8-20 16-40 一直往下 那這個要怎麼看? 那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要看DN項 你知道第一項有一個乘 第二項有一個乘 那到DN項 是不是一定也有一個乘 把這個數列拆成兩段來討論 2-4-8-16 2-4-8-16 這還蠻好看的 是2的一次方 兩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那DN項 是不是前面是2的幾次方? 2的N次方 可以嗎? DN項 就是2的N次方 DN項就是用N來表示 好 那再來 後面要怎麼表示 5 10 20 40 你會發現後面是不是也是乘以2 乘以2 乘以2 可不可以? 後面是不是也是乘以2 所以這個後項怎麼寫? 你們稍微的試試看 好吧 後面那個像怎麼寫? 你們稍微的試試看 如果一直都是2的倍數 這時候會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利用等比來看 可以嗎? 如果我們的數列是5 10 20 40 這樣一直下去的時候 我們知道DN項等於第一項乘上公比的N-1次方 每一項差兩倍 差兩倍 所以說首項是5 乘上2的N-1次方 他給寫成5乘上2的N-1次方 這樣可以嗎? 這是用等比來看後面這一半 那這個東西如果要看得更快 當然也可以 那要怎麼看呢? 我剛剛有說過 每一項每一項如果用乘的 在DN項應該會跟2的N-4方有關 可以嗎? 可是N用1代的時候要是5 N用1代的時候要是5 所以N用1代把它湊成5就好了 再乘上5分之5 就是我們的答案 像這種等比的類型 可以這樣去把它湊出來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去看 那我再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方法 例如說 4 12 4 12 36 108 每一項都乘以幾? 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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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每一項乘以3 DN項一定跟3的N次方有關係 可以嗎? 因為大概乘的N有 對不對? 可是N用1代的時候要是4 所以在乘上幾? X跟4就可以 我覺得這樣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就是我們的一般項 AN 像這種等X跟等比的 基本上來說 你們訓練到最後 應該都要可以一眼看出來 那再來第三項 2 5 8 11 一直往下走 上面 2 4 8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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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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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母怎麼寫呢? 再來分母的話 2 5 8 11 一直往下 是不是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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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差3嘛 那如果都差3的時候 這個分母應該會跟3n有關 3的倍數有關 那 第一項是2啊 所以為了修正 會寫成3n-1 所以就可以寫出來 這個就是一般上寫的 好不好 那這個第四個就給你們稍微練習 在這個早期的時候 你們現在是103克剛 99克剛的數學裡面 很喜歡做這樣子類型的討論 他會希望你們去拆 可是呢 這個在近年來 有出了一個 有出了一個很棒的題目 所以這種題目後來基本上來說 你們在段考就不會出現 這個前幾年這個建宗段考出了這一題 同學 來看一下範例四 範例四是一個很經典的文章 這個我查掉了 這個我查掉了 這範例是說 已知 我們某個數列的前三項 叫做E35 叫E35 第一項A1 第二項A3 第三項 第二項3 A3是5 那下列何則 可能為開數列的一般項 這一題蠻有趣 這題蠻有趣 第一個 如果是 E35這樣跑的時候 那 為什麼他是負選 第一件事 為什麼他是負選 同學 你會覺得這次負選題很奇怪 應該我跟我照剛講 X1 X3 X5 E35是每項都X2 應該跟等X5比較像 那我們來帶來看 第一項帶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E如果 AN等於2N加1 這時候 A1等於2加1 叫做3 不合喔 第二個 E35的話 來 AN不夠等於2N-1 這時候 N用E帶 N用E帶 2-1 叫做1 下一項 N用2帶 2 所以2-1 等於3 用3帶 2 所以3-1 等於5 這個2N-1 可以當作我們的一般項 可以嗎 來 麻煩的來了 第三個 如果 如果我們的 AN等於N的三方 -6N的平方 加13N-7 那請問你喔 這個式子合不合 來 A1等於1-6加13-7 哇 還是1耶 A2 等於幾 8-24 加26 -7 等於3耶 就A3你自己算 也是幾 也是5 可以嗎 可以嗎 看得懂嗎 看得懂喔 你會發現這個是不是野核 是不是野核 那這個野核 其實我可以用以前的一個題目來比喻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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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以前多項式 有學過這個問題 F1 等於1 F2 等於3 F3 等於5 那請你 Fx 我可以就說 它叫做2x-1嗎 同學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在多項式裡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可以還不行 當然不行 因為我們沒有限定這個式的四方 懂我意思嗎 如果它是一個三次式 我們是不是可以像拉格朗日一樣 懂我意思嗎 甚至它可以是一百次式都沒有問題 可以嗎 所以你要記得 我剛剛上面第三題講的 是一個可能的一般相 那實際上 一般相的寫法 只有一種嗎 一般相的解法 不只有一種 一般相的寫法 不只有一種 這邊寫 一般相 未指定 寫法 不只有一種 很多人以為 以前學過以後 哇 一三五就是二人簡易 這是錯的 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可能 像二三四你們就自己帶 好不好 四你們自己帶一句就對了 好 好 OK 講完的話我們大概要休息一下 可是我 我知道你會跟我argue一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先說 來 你們說老師 那為什麼上面的答案 你會固定給我們 我上面只是提供你們一種 可能的做法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些可能 題目的一般相 並不一定是這樣固定 我上面的寫法 只是給你們一種 可以做出來的參考而已 懂我意思嗎 上面這個第二題 它只是一種 可以的參考 可以做出來的參考 但是不一定 就是我們這個數量的一般相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有問題了 等一下稍微來問一下 好 這還OK 我們要犯例三第四題 哦 嗯 犯例三第四題哦 嗯 聽想知道嗎 對 好 來 首先 這裡叫三嗎 加五 加七 加幾 加九 對不對 好 三加五 加七 加九 這是台南一中的一個考試 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有的時候主女老師會寄出的小考卷 所以就把它放進去 你會發現這個三五七九十一 一直累積下去 就會跟平方有關係 為什麼 你看 一 可以嗎 畫個圖上 感受一下 三 加五 加七 所以如果是三五七九一直累積下去的增加 它最後的結果會跟平方有關係 可以嗎 跟平方有關係 那像這個一般項就可以怎麼寫 這一般項跟平方有關係 可以寫成n的平方再加一 可以嗎 來 1的平方加一 2的平方加一 2的平方加一 3的平方加一 3的平方加一 一直到底 好 那你們會問一個問題 老師 為什麼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出來n的平方 其實是心算 實際上我也是用臭的 懂我意思嗎 我也是用臭的 我是想像成a的平方加bn加c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可以確實的算出來 你就假設an長成這個樣子 可以嗎 那n用1代是幾 2 所以a1等於a加b加c等於2 a2等於4a加2b加c等於5 依此類推的去算 聽得懂嗎 你可以這樣去算 這幾個不會卡 附帶一下 這第四個不會卡 只是有人會問我 所以我還會放在這裡 ok 你在看得懂嗎 大家知道在幹嘛 那還好 這個是不是 2486 前面這個像這個2的n次方 這2的n次方 對嗎 後面是50 20 40 那這也是2的n次方 就是 把像用乘法拆開 拆成兩個題目 做 為什麼一直這樣說 好問題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這個它有一個特徵 就是 就是 我剛才講 3 5 7 加9 加10 5 那它的總和 在第二項的時候 是不是 會有這些東西 的n 對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容積一定會跟不上來 你跟不上去 因為它這個很長 很長 很長 你知道它跟平方有關以後 合併不可能這樣 就直接就湊出來 既然它的式子長開根平方以後 就會寫成 所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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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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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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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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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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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会考的 没有 不用担心 这个是不会考的 那我没有 我知道你 你听到这一位有点小朋友 对 前面还好吗 还好 没有 妹妹你还好吗 如果父亲也要 要稍微 妹妹 这个 好 那我现在怎么回事 前面应该怎么回事 这个你怎么回事 怎么样 谁知道吗 嗯 是不是比较紧密的 好 好 再好了 在这里 你的腕床 是不是 刀冰 因为这我那个 这个 风力感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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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嗯 对 对 中文字幕提供 教育局局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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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项的八 只能用塞 订阅 实际上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三成位就会像N-S 可以吗 这个像跟这个像是一样的 你用等比算跟用看的方法 折到结果一样一样一样 那你想把这个三分之一乘过去就是三分之一字 那变等比的结果结果是一样的 对吗 所以其实 你说是二代一的话 还是二代一 你后面听 后面听 后面听 可是他只是二成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是在讲后面之前 后面之前 后面之前 后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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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这个 因为我们就是用成号 成号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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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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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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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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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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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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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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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巴 观看 所以这里的公差 就变成 诸1-诸2 这可以吗 因为第一项是A1加B1 第二项是A2加B2 第三项是A3加B3 同时我解释第六个不解释第七个 这个对于第六个来讲 这里是不是差了诸1 第一个公差 然后呢这里是差了诸2 可以吧 OK 那A2跟A3就是差诸1 B2跟B3就是差诸2 所以我们从这个讨论 就很明显 把它看成一项 差了诸1加诸2 把它看成一项 差了诸1加诸2 那如果是减的就是减的 我就不多说了 三次方吗 三次方当然错啊 你自己学会举个例子 因为它已经成了次方了 它没有办法一次直接的相加 例如说来 123用123就好 1的三方 2的三方 3的三方 2等差 这看得出来吗 这个问题 还不错 那这个 范利二的话 范利二跳过 范利二比较简单 我来往后看 范利二说我回家做一下 范利二我觉得算算蛮轻松 范利三是国中的问题 你们自己稍微的 看一下 范利三是国中的问题 范利四是一个 学测考评 但是也是很简单 我们以这个为开头 范利三是国中的问题 范利三是国中的问题 范利四是一个 学测考评 基数向的合为 二十 偶数向的合为 六十 求公差是多少 在这个 接下来的问题 像这个数列啊 或者是之后的排列组合 你在观察东西的时候 尽量要让他可以在你眼前出现 那很明显的题目说 基数向的合为六十 A1加A3加A5加A7加A9 是不是二十 偶数向 A2加A4加A6加A8加A10 这都六十 同学 用脚毛想一下 差了几公差 同学 这两个之间有几个公差的差距 是五个公差的差距 第一项跟第二项有一个公差 第三项跟第四项是一个公差 五六一个公差 七八一个公差 九是一个公差 假设在第一次跟第二次 第二次 如果扣掉第一次 剩下来的 会是五个公差 就是数字的间隔 四十 所以公差 就等于八 这样可以吧 这样可以吗 还没 这样可以 其实不是很难 他只是要你去把这个 数列 表输出来 还在第五题 同学 现在进高中 这个都还是国中 第五题是第1个进高中的问题 在高中的角度 在高中的角度 等差 会跑成这个样子 好 都可以嗎,弟弟? 第五題他說自然數就是正等數,m跟m不相等 如果一個等差數列dm向是n分之一,dm向是m分之一 那問dm加n向是多少? 題目這樣寫當然m加n向要用m去表示,可以嗎? 那第一件事情同學,一個等差數列 請問你等差最重要是什麼東西? 等差最重要的就只有兩個東西,向跟公差 題目有沒有向? 題目有啊,dm向是n分之一 把它寫成數學am等於n分之一 dn向是n分之一 am等於n分之一 所以說你現在欠缺的第一個是應該是 什麼東西? 我們的公差,來公差怎麼算? 這個公差 後項跟前項相減 an-am 那請問你,an跟an之間有幾個間隔? 有幾個間隔? n-n這ok嗎? 再除以n-n 好,an是多少? an叫做m分之一,am叫做m分之一 再除以n-n 你們會覺得這個很難算嗎? 我上面會先通分 可以寫成 mn分之n-m 再去除以n-m 上下可以約掉,看得出來嗎? 約掉以後,叫做m分之一 照來說,你應該可以想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普遍的把公差寫出來 再來第二個,你要求什麼東西? 你要去求dm加n的項 你要求的項叫做am加n 再來am加n你要怎麼算?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是高中的第一個想法 你一定要從第一項開始出發嗎? 同學,你一定要從第一項開始出發嗎? 其實不一定 因為題目有給你 dm-象或dn-象 對不對? 那你要從第幾項出發 都可以 對不對? 齁 那我們知道嗎? 剛才有講過啦 先簡單的練習一下 A5是不是可以寫成A1加4個公差 也可以寫成A1怎麼樣? A3加4個公差 兩個公差 總之這個是一個數字嗎? 是把這兩個主標相減 是把這兩個主標相減 這就變得簡單了齁 同意思咧 來 A的m加n項 可以看成 am 再加上幾個公差 這裡面要填 這裡面要填的是把兩個主標相減 m加n 它是一個數字 去扣的 對不起 m加n m加n 去扣掉 m更 通差 我們知道是把主標相減 對不對 看得懂嗎? 我跟你們說齁 這是很容易看不懂的地方 因為m加n項跟m項之間有幾個間隔 A5 A2加上5-2的公差 A嗎? 那 am加n是我們要求的嗎? 對不對? 如果你從am開始 是不是你家的公差 的數量 是不是就要把兩個 下標拿來相怎麼樣 相減 可以嗎? 你把它這裡想像成5 這裡想像成2 那這裡就要放5-2 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把它算一下就可以得到答案 它就可以寫成 來 am 叫做 n分之1 m跟m約掉 加上 n乘上公差 m n分之1 變成n分之1加n分之1 你通分一下 叫做 mn分之1加n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可以嗎? 好 好 建格的數量 不用擔心 勇敢的去寫 就是把下標拿來怎麼樣 相減 勇敢的去減它就好 好 就這樣 我跟你講這一題其實很簡短喔 很多人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那個情緒過不去你知道嗎 你就是情緒過不去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看得懂嗎? 現在 有比較好一點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單純的去把下標拿來相減 就是中間的間隔的差距 間隔的數量 好 好 蛤 可以 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看 我用 我用別的顏色寫好了 來 這個我就 這個就不用操了齁 他可以寫成 an 加上 m 加n 寫什麼 寫那個公差 你看 約掉約掉 可以嗎? 算一下來 an 自己 m分之1 加上 m 乘上 mn 分之1 一樣 m分之1 算起來一樣是 mn分之1 m加n 你的通分完答案是一樣的 懂我意思嗎? 一定要 一定要可以一樣 一定要可以一樣齁 如果不一樣就是代表題目出錯了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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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OK嗎? 這個不用操了 我只是說如果你從an出發會不會錯? 不會錯 不會錯 都會是嗎? 好 這個題目蠻好的 好 那我們就往下摟 來 來 第六題 這是一個蠻常見的問題 不難 不難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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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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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第六,數列的第三項是56,第十項是負7 A3等於56 A10等於負7 公差第N項 前N項總合為,這第三項我還給你看 第一個,如果你要求公差的話 那很簡單 第十個跟第三個中間就有幾個間隔 七個間隔,所以公差就等於A10-A3 除以10-3 算出來是答案,可以嗎? A10-7-56 除以7,算出來等於-9 這樣可以嗎? 好,那第二個 A1 你要把A1的一般項,用N還有數字表達出來 那這個AN怎麼算? 你有公差了,你是有任意的項 所以你可以利用第三項出發 A3 加上什麼? N-3的公差 這樣子看得懂嗎? 那就可以算出數字來囉 等於56 加上 N-3乘3-9 等於-9N 加上83 27 加上56 加上56 加上83 可以嗎? 好 應該沒有算錯吧 好 那第三個 前N項總和為SN 當總和有最大值的時候 N是多少 欸,什麼時候會討論總和有最大值 你公差為幾 公差是負的嘛 對不對? 可以嗎? 你公差是負的 所以如果你到時候算出來的數字是負的 這時候總和就會變小 可以嗎? 所以當SN 有最大值的時候 其實它不是在問你總和喔 它不是在問你總和 對不對喔 它是在問的 這時候是AN要怎麼樣 大而已 你要讓它為值是正的 可以嗎? 好 那這時候N是多少呢 我們來算一下 AN等於-9N 加8的3 大而已 所以呢 這個 怎麼寫 9N 要小於 8的3 所以9 N 小於 9點多 所以取 N等於9 N等於10 就變負的 可以嗎? 偷偷算是N等於10就變負的 好 N等於9 好 這個選擇 來 第七題 先跳過喔 第七題 為什麼要跳過 是因為 它跟等差的關係不大 它是最麻煩在數字的處理上面喔 所以第七題先跳過有空我們再講 第七題有空再講 我們直接看第八題 我們前半段都在講這個像 這個討論這些像的特徵 那這個討論完像以後呢 有一些簡單圖形的問題 共同像問題 才會再討論總和的特徵 來 來 這個問題 滿有趣的 你們先想想看怎麼做 我跟你們說 這邊的題目很多就是會讓你們覺得 奇怪 這要怎麼樣去描述或是劣勢 會比較合理喔 像這個問題我覺得就出得非常漂亮 來你們想一下 你們三分鐘坐好 坐坐看 這題 這題不是說難喔 不是說難喔 不是說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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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難了 你怎麼那麼多 討論等差 最重要的是不是空差 你都沒有假設空差就一定會很辛苦 所以如果你沒有假設空差,你絕對會做得很辛苦 第二個,他有首相,首相是A1 可以嗎? 那我會嘗試把A1跟空差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看 懂我意思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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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我开始解了,可以吗?我开始解了,来 同学,你们在解这个式的时候,当然要先去看手相跟公差的关系,来 两倍的,A7换掉,A7换吧,两倍的A1加上6倍的公差,可以吗? 加上A1加15个公差,可以吗? 我跟你讲,这题你不太会说,但是其实简单到你无法相信,三个A1加上21个公差,可以吗? 把删除掉,A1加上7个公差,A1是负的,公差是正的,首相加7个公差是第几项,第几项第八项 所以第几项才是正的,第九项才是正的,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什么加7个公差加7个公差? 公差是27啊,我ava27啊! 我觉得我... 好吧,来,对不起喔! 第10项是0,可以吗? 这个,我想说这题还蛮帅的说 所以什麼時候會帶來0 再多加一個公差 因為公差是正 所以A11會帶來0 OK 所以取合等於C 很代數 沒有數字給你算 但是就會有答案出來 沒有什麼數字給你算 OK 好 第九題我覺得蠻簡單的 這個 我們先跳過 講一下 第十例 好 第十例 這個 第十例不難 只是說這是一個 這個國中不太會出現的題目 但是我覺得還是講一下 好不好 來 an等於1470 一直到1000 b等於1121 到10001 可以嗎 那把兩個數列取出相同的相 形成一個新數列 可以嗎 那求此數列的首相跟公差 同學我們先來討論公差 我們先來討論公差 這公差是一個國中的問題 來 爸爸 三天回家一次 可以嗎 那這個媽媽 11跟21 10天回家一次 可不可以 可能他們兩個感情不太好 對啊 那請問你 那你什麼 你平均 如果他們 假設某一天 同天回來 可以嗎 下一次同一天 見到他們 是不是應該是他們兩個最小公倍數 可以嗎 完整的間隔是最小公倍數 所以3跟10的最小公倍數是30 也就是說這個公差是30 可以嗎 那再來 新的首相怎麼辦 同學 新的首相 你就必須要用找 ok 這個 用找嗎 那怎麼找咧 其實你就一個一個去湊 是不是就可以了 這樣ok嗎 老實說 像第一個式子 我會先把它一般像寫出來 你會發現 第一個式子叫做3的倍數減幾 減2 可以嗎 第一個是3n 3n減2 那第二個是多少 10n加幾 加1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那 新的首相 你如果要一個一個找 怎麼找 同學 你是不是從間隔大的 帶回前面的式子去觀察就好 聽得懂嗎 因為如果 算啦 這兩個因為 這兩個數列不一樣 我就寫10k加1好了 你如果把這裡的數字 帶到上面合 是不是代表像會在 同一樣的數字會出現 可以嗎 齁 那記得你剩下的像要是什麼數 要是整數 來 開始代表 11 等於3n減2 這時候 一過去 n等於3分之13 這個n又是整數 再來 21等於3n減2 n等於3分之23 也不合 31等於3n減2 代表n等於幾 移過去 3分之33 等於11 這個11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11代表上面的第11項 是我們要的結果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如果它是整數 代表像是會以整數的狀態出現 那我們的像不可能是小數嗎 所以這個就是合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項 從大的開始去檢驗 就知道是31 可以嗎 齁 來 有問題的舉手問 這看得懂嗎 那先把一般項寫出來齁 我看到有的老師齁 傻傻的一個一個去找 你知道嗎 下面找來上面找 那這個下面找來上面找 不是錯的 只是你找也要有一個系統化的方式 你要滿足這個是什麼 是不是才會懂 我用這個帶的好了 新的首相就是 最新的首相就是 就是31 那公差 充血一次好了 充血一次 好 OK 就這樣啊 那這個小孩這個 呃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好了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好了 我家是你們要再往下 我們可以休息嗎 還是你們覺得不行要我繼續講 我是聞到食物的味道 我有點餓 心情變得不太好 沒關係 這個 好餓 來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你們勾一下 十一頁 十二頁 欸你們做一下十一頁十二頁 十一頁十二頁做一做 第十一題打個星星號 第十一題是一個閱讀色頁 像這種看不出來的問題 看不懂的問題 要怎麼做 同學 看不懂的問題 在數列的地方 你應該要帶數字進去測驗 這一題喔 這根據我的教學經驗 會很多人不知道在空山橋 但是 其實是很簡單的 這個到時候解完會讓你們吐血喔 所以記得這個像這種看不太懂的問題 這種閱讀型的問題 就帶東西進去 去觀察一下 讓你們去試驗喔 好 那同學 我們今天要查的 就很辛苦了 喔 這個 這個 小朋友 如果你們 就是覺得上個OK的話 那你們可以 再來聽幾次 我們 我們這邊基本上來說 因為我這個人風格比較奇怪 就是我常常會 犯一些怪異的錯誤 這個 你們到時候 習慣了 你們再決定 好 好 就這樣喔 就這樣 OK OK 那我們今天是可以Go Home 你要盡心者自己 自己來try一下 好不好 那你等我 等我一想 我跟這個 今天新來的小朋友 講這個話 好 小孩這個 明天再來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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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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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那 你 那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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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多的FV看哪一位 所以你这样子后来后面把他说的 可不可以要说吗 好不好 你叫他说什么 好吗 好可爱 学会你吗 所以我们还是想说 因為他真的不來不及 好 嗯 美美這個還要就是說 我們有辦法開會小的 對他有意義嗎 對他超喜歡 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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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覺得是 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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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